小火 convicted AD Uh 不 fault 啷了沒有 開啷 voilà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各位先生 女士 晚上好 今天很比要歡迎大家來到西明納講座 那现在就由我介绍一下王教授 今天我们的讲者是王巡礼教授 王教授现任香港城市大学物理及材料科学系主任 及讲座教授 是中子散射和同步辐射研究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 来香港之前 王教授在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工作20年 一直从事中子散射方面的研究 并成为ORNL的资深研究员田纳西大学兼职教授 那他的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材料相变 力学性能以及磁性等等 他在Science, Nature Materials,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 应邀请做特约报告100次 今天晚上王教授为我们带来的讲题是 散烈中子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巡礼教授 那么在讲座开始之前 我们先请王教授为我们西敏娜签个名 然后就开始讲座 在哪里 这里也可以 要签数了吗 谢谢万教授 谢谢万教授 我首先要非常感谢严厚明教授 邀请我来做这么一个 给西敏娜 这么一个著名的讲座 做一个 讲一次 当时严教授邀请我的时候呢 我是作为在中子领域工作这么长时间的科学工作者 我义无反顾地就答应了 回去之后两个星期之后 我一想 还有两个 觉得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给商学院的士生们分解这个中子颜色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学了多少物理 另外一个就是用 完全是用普通话讲 所以这个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 也是一个challenge 所以我也是跟这个学生们讨论合作 然后准备了这么一个power point 我希望能够 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 因为大家对中子不是很熟悉啊 所以我就从头开始讲 那么中子的基本性质 中子的基本性质呢 中子是1932年 由这个英国人叫chadwick chadwick discovered 那么就因为这个工作 他1935年获得了Nurbert奖 他这个发表 他发现这个中子的这个结果呢 是在Nature上发表的 这个文章只有一页 所以这个中子呢 我一会可以 我想只有一页 这中子的质量和质子是差不多的 这个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中子的电荷是零 challenge是零 它还有一个小词句 我本来想就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他的这个 这个Nature上的文章 后来我想想可能这样太boring 我就想还是这个 我们讲一个中子的笑话吧 这个是英文的笑话 所以没法把它翻成中文 我这有一个很好的礼物 是我们系的一个纪念碑 所以谁能够猜出这个笑话的话 这个碑就给谁 有没有人能猜 A neutron walks into a bar and ask 一杯啤酒多少钱 这个答案就在这个里面 谁能把这个答案说出来 先绝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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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学生不能算 我这个讲 我一定要给出去 我一定要给出去 好 后面那个人 零 零 零 Not exactly 这个不算 这个不算 OK 他扎车物理器他不能算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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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 他的电荷是零嘛 所以这个就是 no charge 所以这个英文 英文 joke 就是说 A neutron walks into the bar and ask how much is a beer The bartender said For you no charge free 所以宗子是一个很重要性质 因为他的这个电荷是零 所以他和物质的相互作用呢 是属于弱相互作用 那么弱相互作用 导致他有很独特性质 能够穿 穿透能力就比较强 另外一个宗子呢 他发现之后 他也是有一个 因为是个物理上的基本单位 所以他这个 有玻璃的两相性 这个两相性非常重要 所有的这些宗子的应用 很大主要就取决于他的两相性 它既是粒子 也是个波 这是这个量子力学里面的这种概念 那么他既然作为一个波 一个波像光波 电磁波 它就有一个波长 宗子的波长非常好 它波长是10的负十次 负十次米 看起来很小 那大家都比较熟悉纳米 对吧 纳米这个纳米那个 这个10的负十次米也叫I 一个I呢是0.1个纳米 所以我这样跟大家讲呢 大家就比较有概念了 另外一个宗子它有能量 它既然是粒子的话 它也有能量 波胎也有能量 它的能量呢 是用电磁学来说 它是25个mEV 什么意思呢 假如说你真的要是能够去摸宗子的话 宗子的温度是差不多是室温的温度 所以你举不出来是热还是凉 那么这是宗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质 它的速度呢是2000米 每秒2000米 这是个什么的概念 短跑世界纪录是多少 每秒钟10米 对吧 那个100米嘛差不多10秒 这个Michael Phelps Michael Phelps那个速度是多少 大概一秒钟 它是白米的话差不多40几秒 所以差不多是一秒钟二点几米 对吧 这是子弹的速度 子弹的速度 所以宗子的话 它的穿透能力非常强 穿透的时候是用这个是2000米 每秒钟2000米的速度穿过去 那么正是因为宗子有这种非常合适的 波长也有非常合适的能量 所以它是用来研究材料 结构和动力学的一个非常理想的工具 一个材料它里面它有它的金格 金格的排列 排列它也同时这个原子也就震动 震动的时候呢 就是那么宗子就是用来研究材料里面的排列 和震动的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工具 正是因为如此 1994年两位在宗子颜色领域的 这个开拓者 Pioneer 一个叫Clip Shaw 一个叫Bertrand Brockhaus 因为他们的创作 这个开创型的工作 1994年获得努力奖 那么Clip Shaw的工作呢 是比较早 它的工作呢 最早就是在橡树林国家实验室 也就是我在那儿的这个实验室 1940年的后期开始完成的 当时这些科学家们做实验的时候 都是西装革离的 现在都不一样 穿着短裤什么 那么这个宗子的 为什么我们对结构这么感兴趣呢 因为结构啊 材料的结构是决定材料的性质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碳原子 碳原子大家都知道啊 碳原子这个 把不同的排列 它可以形成不同的这个材料 这个碳原子呢 有这种成状的结构 成状结构呢 就叫Graphite 或者说是石墨 对吧 因为它这种成状结构 所以成和成之间的这个 偶合就比较弱 那么碳这种结构 就很容易就断掉 这也就是为什么 铅笔 你可以用铅笔来写字 铅笔稍微用力 它就断掉了 断掉之后那个铅笔 这个铅 这个实际上是碳 就留在纸上 那么你才能够写字 这是叫金刚石结构 碳也能够形成金刚石 金刚石结构 当然大家都知道 金刚石比较正规 所以在这两个之间 要选择的话 你肯定要为你太太买东西 肯定是选择金刚石 对不对 碳还会形成一个更奇怪的结构 叫碳60 这个我想在座有些听说过 实际上碳60的结构 就是用中子颜色 解出来的 就是中子颜色才发现 这种碳是有这样的排布 这个碳60实际上 它的应用也很广泛 现在还在发展 其中一个应用就是 它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洞 这个碳60结构 后面有很大的洞 你可以在里面放一些 就是医药 就是用来作为这种药物的递送 叫drug delivery 把这个药放在这里面 然后它可以 因为碳60是在水里面 比较容易滑动 所以它可以作为drug delivery 一个很有利的选择对象 那么我是 跟大家讲一下 我是怎么选择这个 中子颜色这个领域呢 这应该说起来 还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这个上中极物理 中极物理就是比初极物理 普通物理要高级一点 做了一个实验 这个这是我 这是这个 中极实验是杨卫生老师 带我们做的 我记得当时他说的很清楚 他说的一句话 他说你看 我们做完这个X光实验之后 一会儿给大家讲 我们就用一把破尺子 能够量出原子间的距离 这是2009年 我在家 那时候在美国 在家里面翻这个 人民日报海外版 突然注意到 他有一个专访 杨老师的专访 然后读了他很多 这个留美33年的经历 这是这个杨老师 你看他 那个时候非常精神 我们那时候觉得 哎呀这个老师 这个留美的老师 一口流利的英语 然后这个知识有这么多 我们都非常佩服 他跟我讲这个实验就是 我们做的实验是什么样的实验 当时他真的用的是这种 非常古董的这个 X光 X光显射音 这个X光呢 就是说你把这个 做实验的时候 这里面放上一个样品 然后外面呢 缠上一个这个 大家就记得以前那种老师相机 这里面有胶卷 缠上胶卷 样品在这之后 你一打 它只要有金格的话 就会产生这么一条一条的这个 这个 pattern 这是因为什么 这是因为有这个布拉格定律 就是说布拉格 他们这两个人 这个父子发现 有个金格的话 你把这个X光打上去 就会产生这么一个 这么一条条 pattern 也因为如此布拉格父子 后来得了诺贝尔奖 那个小布拉格才25岁 那么这个胶卷 是怎么用来确定 这个晶体的之间距离呢 我们就把这个胶卷展开 对吧 然后我们量量这两个 颜色线之间的距离 有的这个距离 我们也知道它这个 离这个样品有多远 我们就能确定出吗 确定出来这里面的角度 散射角度 这个散射角度呢 因为有布拉格定律 λ我们知道 然后我们就可以测出来 就这么一推算 我们可以测出来 这个原子之间的D D就是它的D spacing 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个东西 这个胶卷之间 这个颜色缝之间距离 我们是可以用一把尺子 那个尺子也不会 不会是一把很破的尺子 就用这个尺子 就可以把它这个之间角度 通过角度能够把电出这个原子之间的距离 所以当时我们就做 我做完这个实验之后就觉得 真了不起 我说这个杨老师知道太多了 所以这个当时确实对我是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么我后来到美国之后呢 就一定要学颜色 颜色 看来这个X光这个比较老了 对吧 1990年伦青发现 那这个技术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我说学个新的 学中子颜色 所以呢就是当时师从谁呢 师从这个 我的老师叫Stasis 他是这个Cliff Shaw 就是1994年 诺贝尔奖的这个 诺贝尔奖获得者 是他的学生 那么像这个 那我应该我 这个Cliff Shaw 应该是我的这个 我不知道应该说是师父 还是叫师爷 师爷 师爷了是吧 就是从英文上说是 我是他的academic grandchildren对吧 所以这个应该叫 我本来说是师父 因为这是我的老师嘛 我的老师 老师 所以这个师爷 OK 师父 对 所以我是在 这个Ralph Moon是 也是在宗资里面 非常有名的一个科学家 他是他的第一个学生 所以这个 这当时是 他得了Nurbel奖之后 在乡宋里国家实验室 专门为他开的一个 庆祝会 那么他来了之后 这个 我跟他 有这么一次见面 非常感到非常荣幸 其实这个人 这个人也是非常有名的 叫Bob Nicola 那个物理教科书当中 很多这种 研究生子的测量东西 都是他做的 OK 中子有什么样的特性 这种环境跟X光比的话 第一 当然我都知道 No Charge 不带电 它是原子合作用 所以传统能力比较强 这样可以用来做无损碳商 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特殊样品环境 比如说这里面 我们可以把一个 基础把它选起来融化 然后整个这样一个环境 中子就是可以穿过去 然后同时就是 做这种原味上的研究 另外一个 我刚才跟大家提到 中子有个小磁锯 叫磁锯的话 它就是主要用来 研究材料的磁性结构 磁性质 所以材料的磁性结构 大概90%的知识 都是用中子演射来定下来的 另外一个就是 它的这个闪射能力 闪射强度 跟原子叙述无关 所以就对一些原子 特别是我们大家都比较关心的 氢原子 氧原子 碳原子 特别特别的敏感 然后呢 它有比较合适的能量 我们可以用它来研究材料的动力学 以及扩散等等的现象 这就是这个为什么中子演射 对材料研究这么有用的一个原因 就是它 如果你看它的闪射寸度 或者闪射强度的话 X光它的闪射强度呢 是不同的原子 是跟它的这个电子数有关系的 越重的原子 它散射这个强度就越大 小于氢原子 氢 氢是这个生物材料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对吧 锂 大家都知道锂电池 对吧 氧 氧这很多材料 高温超导体 还有我们这些生物材料 都有一样 那这些材料呢 这个X光看得就比较模糊 就看不太清楚 中子就不一样 你看中子的话 氢这个看得这么大 锂原子也比较大 碳氧这都分得不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也正是因为如此 中子演射的这个 中子演射技术 作为一个技术的话 实验手段 它的这个应用领域啊 就是从原来的 比较独一的 磁性研究 磁剧上研究 就越来越广泛 那么后来到这种 就是比较典型的这种 临近太物理啦 高温超刀体 到这个大分子 大分子 然后以及这个生物材料 刚才就是碳60 以及工程上的应用 那么现在呢 是到生物材料上的应用 那么下面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好不好 就几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一个就是这个复杂液体的流动 这是美国的一个电视联系剧 Signfield 有很多人看过 这是George George他脾气比较暴躁 他那种开车的时候 脑子出不来 你说你要碰到这种情况 你怎么办 脑子出不来 又把玻璃瓶打碎 这是玻璃瓶 这是一个致命地方 因为它是个玻璃瓶 你可以 如果有个塑料瓶就好办了 一挤就挤出 对吧 但是就是这种情况 如果科学家碰到这种情况 怎么办 他不会说那么简单的想 他说那我们做个实验吧 我们来做个中子实验 这是什么实验呢 这是这个小角散射实验 就是把这个 这个实验是属于复杂液体 非常有意思的实验 把这个液体呢 放到这个中子树里面 然后给它加上压力 看它的这个流动会怎么变化 那么这个实验是用这种大型设备 你看这个设备是中子设备都比较大 就是整个是一个叫探测器的真空箱 这个人在这儿可能这么大 但是这个实验很简单 放上去之后就出了这么一个圆环 这个圆环会变 你加上一个复杂的液体的话 你加上压力之后 加这个share cell 它这个圆环呢 就会从一个同向异性的圆环 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同向异性 在某一个方向强度会显得很强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材料里面呢 就是有个同向异性了 原来这里面有很多这种 这种叫fiber或者说是这种里面的微结构 那么这些微结构呢 在加压的情况下 它就会变成了一个有序化 有序化之后呢 在这儿在这个平面上的散色强度就减小了 而且在这个 实际上在平面上强度增加在纵面上 在纵向并没有怎么变化 实际上就是说在加压的情况下 这个液体材料 复杂的液体材料变得更有序化 有序实际上是有利于流动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那个highway上 在那个高速公路上 如果是所有的车都有序化 以同一个速度 同一个速度开的话 再多的车也没关系 它就叫synchronized flow 大家都同一个速度开 但是你要是有一个小小的扰动 有别的车要进来 那这条lane基本就不行了 就要slow它了 所以这个有序化是有利于flow disorder 无序是会disrupt flow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实验 这种实验后来在其他方面有很多应用 包括如何提高这个 就是刷墙的那个墙油啊 墙油的流动性 把它这里面的高分子结构改一改 然后让它流动性更好一些 所以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应用 那么这个本身也是个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研究结果它发表在这个物理评论快报上面 下面讲的例子是在这个药物学上的应用 这个是2015年在法国反应堆上做的一个工作 实际上也是有在很多地方做过这个工作 它就是说用棕子颜色来研究 蛋白和水的相互之间的作用 那么这种蛋白呢 它是这个 有一种蛋白是用了老年痴呆症 引起的这种蛋白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种老年痴呆症 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 一个比较有名的患者是谁 就是这个里根总统 里根总统八十几岁的时候 八十四岁的时候 二零二零一九九几年八十四岁的时候 得了这个老年痴呆症 那时候它把它公布于众 后来就是它也非常勇敢 公布于众 然后还是坚持走完了自己的路 那么这个工作是发表在 Penus 美国国家科学通报吧 应该是在这一届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杂志 很多很多生物工作发展在上面 这个工作呢就是它证明什么呢 证明就是这里面 有这个Alzheimer病毒的这个蛋白 它的和水在它表面 水的流动性非常快 那么主要有两个证据 一个是它的这个平均震动 水原子平均震动强度 看起来比这个普通蛋白要高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它的这个扩散 扩散的这个距离 扩散的强度 比这个普通蛋白要大 那么这一点是只有中子 是中子的特长 只有中子能够做出这方面的工作 那么这个就是 因为这样一个工作呢 就是表面什么呢 它可以实际上给医疗工作者提供很多提示 就是因为在这个Alzheimer 它的蛋白上面水的流动比较快 那么你可以想一想 能不能够利用这一点 用来提前预测 或者检查Alzheimer的发生 如果你把它的那个 病人的蛋白取出来 然后测量一下它这个和水的 这个在水相互作用的流速 是不是能够提前预测 这里面是不是有 它是不是病人有Alzheimer disease 所以这个工作非常非常重要 下面再跟大家讲一个是安全例子 这是这个1998年 在德国ICE 这德国的列车 大家都比较熟悉 德国列车ICE上发生的一个安全事故 列车出轨 在汉堡 在汉堡北边 列车出轨之后 大家熟悉这个事件吗 这个大概在油史上 最严重的列车出轨事件 死了100人 还有一百人受伤 这是因为这个列车 列车轮子出轨 但安全上也有很多其他的事故 这个事故 这是我 这些照片都是我收集的 但是我都比较关注 这个是华航611 台北飞到香港 在台湾海峡 高空 分成两半 当时是上面那个基载上的225人 全部上升 这两个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 就是材料里面的疲劳 材料这个飞机起飞降落 时间长了之后会产生疲劳 那么你材料不是很硬的话 不是很艰牢的话 你应该知道 你是北克大人 所以它就是会产生疲劳之后 就产生这个阴力 阴力产生列纹 列纹穿过这个材料 那就断了 对吧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意思就是美国海军 虽然是美国空军 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他们都有自己的空军 所以这很有意思 这跟别的地方编织不太一样 192008年的时候 美国的海军和Marine ordered complete inspection 所有的它的Hornet这种战机 Hornet是什么 这就是F-18 F-18很吓人的 能够带着很多炸弹的导弹 导弹 导弹 炸弹 它把这个F-18上有这个疲劳的迹象 所以它order 这是在华尔街日报上报的 所有的整个的这个fleet 全部要检查一遍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 mechanical 力学方面的这个性质 那么终止演出在这方面 就是可以做很多很多工作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刚才这个高铁 高铁出轨 这个这件事就是发生之后 德国运输部就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 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很多研究 最后研究结果是 基本上说明是由于疲劳产生的 那么其中一个工作呢 它不是只做一项工作 其中一个工作就是这个用棕子演射测材料当中的硬力 随着这个列车的运行 不断运行之后会 就看这个硬力会怎么产生 但这个是这个从工厂原装出来的啊 然后随着运行了18个公里之后 测一下硬力发现这个硬力就大 61公里之后发现这个硬力越来越大 那么你把它划成一个曲线 基本上就这样 就是肯定我明显地看出来 在由于列车的这个铁轨的运行 在这个它的裁印令会逐渐develop 在十万公里的时候 基本上是达到这个最终值 所以如果要是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 如果你真想检查的话 应该是早期的这个 早期就应该定时把它做检查 如果它这个要是一直往上涨的话 那就比较麻烦 你就要一直做检查 这样的话有十万公里 你就要在十万公里以前定期做检查 就可以了 同样的这个工作 也在这个英国的散烈宗子园 做过是 但是研究这个A380 大家还知道A380吧 搭飞机 它的这个机翼的检测 这个工作 但是后来没有人知道 这个他们最后做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这个他不会告诉你 这个机翼的检测 就是在英国散烈宗子园做的 所以这个是宗子散烈 在我们的交通安全方面 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么下面跟大家讲一个例子 就是雾霾 环境 在环境上面的应用 北京的雾霾 这个是有很多照片 这都很多 很大程度上是这个汽车尾气的排放造成的 对吧 那么一种解决办法就是 叫大家去开电动汽车 Tesla比较贵 对不对 另外呢 在这个电动汽车上也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安全上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是锂电子 锂电池的这个安全上的隐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电池 实际上你把这个电动汽车打开之后 它其中那个相当大一部分都是 没有 里面没有引进了 但相当大一部分都是这个电池 锂电池比较容易着火 对吧 所以这种事情发生了很多 在那个美国政府的话 是对这个工作比较重视 通用公司 它的这个VOT 曾经是招过火 然后美国政府是 在这方面做了很多调查工作 还有一个著名事件 大家也记得 全日空 全日空的这个 孟直线 是吧 孟直线 好像头 Dreamliner 那个Boeing Dreamliner 787 这个 这是我到香港以后发生的事情 我还记得很清楚 飞机 上面冒烟了 冒烟之后必须 当时是迫降 又回去了 结果就是因为发现在 飞机的后尾 那个锂电池 招呼 才是冒损业 那现在我们也知道 对吧 这个知道 所以锂电池这个安全问题 是这个很大的一个隐患 这是我们自己的工作 我们在这方面就是 很早以前就开始 在这方面做一些研究工作 这是 大概是09年开始的 这个是 通用汽车公司 它的电池 实际上是由韩国 韩国的那个刀Cocam提供的 但是是装在这个通用汽车公司上面 我们是做的这种原味的实验 因为宗子它可以穿透 穿透能力很强嘛 所以我们做的是这种原味实验 就是能够把这个整个电池 充放电的过程当中 它的化学结构变化 都把它能够完全地扫描出来 这是一个重放电过程 电池的电压上去然后又下来 然后我们看它里面的这个材料 它的化学结构 以及化学成分 如何随着这个过程当中在变化 其中有一个我跟大家讲 这条线是石墨负极 它之间的间距 在这个充饭店过程中 这个石墨它这个间距呢 会每次会延长搜索4% 你想你看你身体的哪个部分 能够随意地延长搜索4% 这是很大的一个疲劳 很大的一个stress 很大的一个压力 对吧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 通过中资演示 能够看出来它这里面 结构的这个 不管是化学结构 以及化学成分 还有这个晶面结构的变化 那么通过这个呢 我们可以为 做这个发展铝电池的科学家 提供一些很多 有力的这种数据和见解 谈到宗子 宗子是这个 穿透能力很强 所以必须要谈它的这个 成像过程 宗子成像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力的一个工具 这个工作是在 瑞士的散热宗子里面做的 是一个 两 是two stroke 是这种两项的这种 这two stroke 我不知道用中文怎么讲 它是一个 对 一个引镜 把这个引镜就放在这个宗子园上 然后它的这个引镜的整个燃烧 这个过程 完全能够把它 把它描述出来 就是用电影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就这样一个过程的话 就是 很少有其他的工具 能够达到这种 精度和这种 能够真正把它扫描出来 还有一个很大应用 就是在考古 以及 这个词我不太清楚怎么翻译 cultural heritage 就是保留文化 对吧 文化传统 对 这个例子呢 不是 这个例子也比较有意思 这个当时 就是在夏树林国家实验室做的 这是一个小考古文件 用光学的方法看的是这个 用粘子眼色能看到里面的成分 以及它的这个 有一个工艺上有个东西叫植构 看它的植构结构 这个植构 成分和植构 能够告诉你 不能告诉我 能够告诉这个考古学家 这个部件是在什么年代 有什么样的工艺制作 因为每个工艺不同的话 不同的话 不同的年代 它工艺不太一样 比如说在那个 很早的年代 它就铸造工艺啊 什么都 发展都不太一样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工具的话 用其他方法就是 很少能够把它搞出来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 那个slice我原来 有一个朋友给我 但是我找不到了 就是这个 是樊高 樊高的画的画 樊高画的很多画都是后来 画了很多次 画完之后它觉得不好 它又画了一次 然后有一幅画很有名 那幅画就是 后来怎么鉴定 这幅画是樊高又在 原来的painting上 又重新画了一次 就是用这个x光和宗旨演射 两个方法加起来 这个文章后来也是发在Nature上 那个是 是这个阿姆斯丹 那个阿姆斯丹的一个 皇家 皇家 museum 做的一个 这么一个工作 那个slice可惜 我后来找不到了 那么我现在讲的很多工作 基本上都是 我的同事或者说是 同行在世界各地做 我自己工作就 我们工作比较 比较难讲一些 所以我就不怎么讲 但这个工作是 我们最近做的是 这个蓝寺 蓝寺在 对 在哪里 蓝寺在 在这 对 这个工作是最近刚刚在 自然通讯上接收 是做 这个大块飞金 里面的一个结果 那么这是一个 真正的一个 真正意义上国际合作 我们是用的 澳大利亚的宗旨源 这个宗旨源 这个这条仪器叫 可可可可可可是澳大利亚所有的这个仪器 它都是用澳大利亚小动物来命名的 这是可可 你们认识吗 可可 其实可可很小 但挺可爱的 是吧 但是这个这个仪器叫可可 然后我们也和这个日本 东北大学 不是 做错了 这是北海道大学 合作 这个是在芝加哥的 美国同步辐射 所以这种 我们有些数据从三个地方出来的数据 所以我们是在香港的话是 立足香港放眼世界 做的这么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不错 我们最近刚刚接受 那么下面 这就是一些 我想给大家举的一些通俗的一些例子 下面我想给大家召动讲一下 在东莞的散烈中子园 那么东莞的散烈中子园跟我们的一个 跟我们的联系 中子产生有两种办法 大批中子产生 一个是这个叫裂变 一个叫散烈 裂变的就是反应堆 核反应堆 那个核电站 都是用这种方法 一个中子打到一个 像油啊这种大原子上面 然后就会 甭 打出了两个中子 那么这也是同样的形象 这种过程呢 不错 但是呢非常不经济 造成了 你要想增加它的通量的话 就必须要增加它的功率 功率的话就带来很多 这个导热问题 这个产生很大的热量 你也把热量要拿出来 所以它的这个效率呢 差不多是产生一个中子 叫180克 Big M 就是造浮 造浮的这个能量都打进去 另外一个比较新的方法呢 就叫散烈 散烈方法 实际上就是一个 高能量的直子 打到一个 也是一个重原子上面 然后这个重原子就变成 变成highly excited 上面就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不知道怎么办的 干脆我就把这个 所有的一些烂七八道宗子 什么都把它扔出去 就相当于 有点像蒸发一样 就是这个 这个宗子变成非常非常这个 嗨啊 应该就说就是嗨啊 对 非常嗨 然后就就把这个 它的烂七八道宗子 都把它 所以这叫散烈 虽然我还有一个video 如果有时间的话 大家可以看最后看这个video 就是怎么 有点像是蒸发一样 蒸发就是这个原子都不想要了 然后就蒸发掉了 那么世界上这个 现在最强的宗子源是在 在美国 美国像素领国家的实验室 就是我在那工作了20年 这么一个大型设备 所以当年也是都是一片绿地啊 当年也是一片绿地 一个高岭 然后现在变成这么一个 非常丰富的一个世界顶级实验室 当时我们这个开工的时候 就是奠基的时候 是美国副总统戈尔 戈尔他亲自来 那个 第一桥 但是我当时我刚刚去那里 那时候我刚刚去那里 那么这个 现在这个散烈宗子源 它仪器已经非常 非常丰满了 建了二十多个县站 每个县站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 我当时是主要建的是这个县站 这个县站叫Valken Valken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Valken是这个 火神 对 对对对 是罗马神当中的火神 那么大家从这个也能猜出来 火神就是为了 是为了给其他的神来做工具呀 这个 他是个工匠 但是还有其他的故事 在这都不能讲 那么这个Valken这个是 这个县站是花了一千六百万美元建的 前后花了十年的时间 从设计到建成 一共是 我是99年加入的 然后00年开始考虑建这个县站 2009年 6月26号开 就是把那个正式把这个闸门打开 当时我们都很紧张 因为你这个建的时候完全是摸着黑简的 你不知道你把那个设计好之后 然后在计算机里面设计好之后 这个每一个部件要按照我们想法把它设计好 放到那你也不知道这个部件结合的是不是很好 中间要有一块砖头的宗子通不过去就麻烦了 所以当时我们都很紧张 但是后来这个出来结果 第一次测量结果就非常非常好 我们第一次测量结果已经发表了一个 发表了一个paper就证明这个仪器是 是这个运行的非常好 后来我们就是在随后就一月份就开了一个 一个奠基典礼吧 当时来了一百多个 一百五六十个科学家 美国各地的科学家 这些当中有很多都是美国材料界的领袖 或者后来变成了领袖 其中就是有一个这是Chris Shue 他是你看他很年轻 那时候他可能他就是一个MIT的一个副教授 后来很快就提了一个 35岁的时候提成正教授 现在是MIT的这个系主任 他也是我们 我到了成大之后 我把他请来做我们的EAA 这个做我们External Academic Advisor 对 这是Chap Novin 他是在力学方面很有简术 是西北大学毕业的 那么现在在哥伦比亚 应用物理和数学系做系主任 这是David Clark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EAA 他是现在在哈佛大学 所以这些都是美国科学材料学界的很著名的人士 那么当时都来参加我们这个典礼 我们干得非常高兴 这个宗旨领域的发展 原来是在美国开始 那么一般都是在现在发达国家当中发展 那么现在呢在亚洲 最快的这个成长国家 在这个领域最快的成长 是在亚洲 主要是由日本 澳大利亚 刚才我提到我们一个实验室在澳大利亚做的 然后印度有一个小的宗旨领 那么韩国有个不错的 但是前段时间因为 因为一个里面有一个 一个什么东西出电了 不是人出电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出电 然后被停机了一年多 在中国呢有两个 一个是在北京 一个是在那个叫卡尔堆 是个反应堆 在东莞这个是散烈宗旨领 那这一带都是这个 现在形成了一个叫 Asia Oceania Neutron Skyping Association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就是泛太平洋 宗旨联合会吧 那么中国宗旨领在国际的地位上 有这张图可以看的 这是当年查德维克发明宗旨的时候 但是只有一个宗旨啊 10的零次方 然后后来随着反应堆的增加 什么这个就是 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我刚才讲反应堆它有它的极限 因为那个把热传导出来的话 有它的一定的技术上的问题 散烈宗旨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从70年代末 在阿贡国家实验室开始 这个发明人叫Jack Carpenter 我想以后宗旨领域 如果再有诺贝尔奖的话 Jack Carpenter应该是一个主要的候选人 因为他发明了这个宗旨领之后呢 确实是在这个领域有了一个革命化的发展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原来这个领域就是已经变得saturated 那么现在从这开始有一个相变 一个革命化的发展 对吧 就是一个新的一条曲线 那么卡尔堆是在这儿 这是绵羊的一个反应堆 散烈宗旨领是在这里 就是因为这是一开始 只是这个100个千瓦 如果以后升级呢 它会变成500千瓦 那么这还要再高一些 不管怎么样 散烈宗旨领是这个世界上 顶级的四个宗旨领 应该说是现在的三个宗旨领之一 散烈宗旨领的一些基本情况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的主管部门是中国科学院地史在东莞 大家都知道东莞在什么地方 对吧 就是这个 就是过了香港之后 离这儿大概就70公里 还是70个mile我忘记了 70公里 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建筑面积7万平米 投资 这个投资是19亿 因为还有好多这个东莞市政府 这个提供的建筑方面的很多东西都没有算进去 实际上它是 真正的价值我想大概是不止18亿 这是当年陆永祥 科学院院长陆永祥和这个 这个是应该是张 张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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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签的协议 中央里程碑有这么几点 一个是就是你看这个是已经是 经历了很长时间 2000年7月份的时候就开始 开始提出这种计划 然后2001年的 香山会议提供这种设想 05年才真正原则上批准 散烈宗子园项目 真正启动呢是工程奠基 2011年10月 之后就非常快 17年就要出第一次光速 18年就开始正式使用了 我跟散烈宗子园的这个 教导也是有了很很久的历史 这个是可以看到这是2001年12月31号 当时这个陆永祥 科学院院长陆永祥 接见我们 然后 我们当时开了个会议 要听起我们的一些建议 当时是由这个 物理所 张杰副首长 带着我们一起去的 现在张杰是这个 上海较大的校长 电机仪式是2001年的10月20号 这是刘彦东副总理 白晨李院长 参加了这么一个姓氏 这是这个工程设计图 看这是设计成这个样 工程概括的 暂地面积402亩 然后建筑面积 大家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下面我主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工程进展情况 土坚工程 这是当年 2009年 还是一片绿地啊 大家知道这地方生产什么东西 这段当时可不是生产宗旨 东莞最有名的是什么东西 荔枝园的 荔枝园 现在我们就吃不到荔枝了 但是这是当时东莞 现在的话去东莞也是 在一定的季节都是吃荔枝最好的时候 这是12年的3月 进展非常快 13年的3月 14年 15年 惊人 真是非常非常纪念 这个当时 确实是这个散电宗旨员的领导班子 加上这个 他们这个科研建筑人员 工作非常辛苦 work very hard 就是为了赶这个deadline 现在就是2016年的11月 跟这个当时设计的 真是没什么两样 但这只是土鉴的一部分 真正的这个科学上 还有很多调试啊 这些工作 下面一步就是加速器的调试 把占溥仪的安装调试 就是加速器有很多工作要做 这是它的这个溥仪分布图 也有差不多20台仪器 只是很可惜 现在只有三台仪器在建 因为这个溥仪的经费 和这个散流中指缘经费是不同的 现在只有溥仪经费就很比较少 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 像科学院 像国内的其他的基金委 积极建议 希望他们能够多建一些陷站 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开展不同的工作 刚才我讲了很多例子 这个医药上的例子 成像 还有电池 就需要不同的板 所以你没有那个 不需要不同的陷站 你没有那个陷站的话 就做不了这些这方面的工作 如果要真想为当地的经济发展 做贡献的话 你必须有不同的这些陷站 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 挑战有几点 第一就是说在国内香港 我们这个用户 真正的用户呢 还是比较小 这个用户确实是在日益壮大 我自己学生就现在已经 有些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熟练了 蓝丝也非常熟练 这个吴振多也都很熟练 同时我们也有很多技术难关 这个毕竟是一个大型设备 虽然在国外有很多例子可循 经验可可导 但是这里面还有很多当地的一些因素 和一些具体设计上的难关 我们现在只有三条线站 在香港尤其来说是这样 香港的话就是neutron scattering还是比较 我用这个词是比较foreign 基本上没有 所以因此我们在香港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有两件事情我们做 一件就是举办暑期学校 我们非常感谢Crotcher Foundation 给我们非常有力的支持 我们是从2014年已经办了两届 2014年2016年 然后2018年还会办一届 每届有30个学生 这学生当中呢 有一部分来自香港 一部分来自大陆 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世界各地 去年我们的学生就是 这个北大 清华 香港的科大 香港大学 我们所有的学校都有 国外的有东京大学 牛津大学 还有很多澳大利亚的一些学生 所以非常非常成功 另外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在香港举办 叫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 科学界的人都知道 这是最高水平的讨论会 那么我们得到 这个Gordon Conference的支持 在2015年举办了一次 今年会在香港科大 举办第二届 2019年还会举办第三届 这都是偶数年 这是基数年 所以每年我们在香港 都会有一些 宗旨演示方面的活动 那这样的话也是 这个世界各地的 宗旨科学家都知道 我们在香港 有这么一块基地 也在同时发展 迅速发展这块基地 同时呢 我们也得到这个 求他接近Culture Foundation的支持 我们和科学院 搞了一个 宗旨技术联合实验室 主要有三项任务 一个是协助解决 散离宗旨源 宗旨谱一些关键技术的难题 同时呢 推进这个尖端 尖端宗旨实验的研究 包括散离宗旨源 一期实验 就极后溥仪的发展 同时呢 会发展这个战略和协调活动 以及获得在 散离宗旨源上建造一些 更多的溥仪吧 应该这么说 就是想办法去争取更多的资金 那么在座的 如果能够为散离宗旨源 这个投资的话 我们都是非常非常欢迎 散离宗旨源是在东莞 我现在发现在香港 交通非常非常非常方便 条条大路通东莞 东莞你可以坐直通车 洪汉坐直通车过去 第一站 一个小时多一点 也可以坐地铁到罗湖 同罗湖过去 也有过境大巴 所以对我们学生来说 以后真是 尤其是城大的学生 方便得不得了 这个坐着大巴就可以去了 或者坐着地铁就到东莞去 去做实验 以后高铁通的话 可能这个行程就只有30分钟 这个东莞这个只是一个开端 这个散离宗旨源只是个开端 在以后在 广东这一带会有 以下这几个 八个大型大型科学设备 都会在这里面 现在有些已经是投入使用了 比如说那个广州的超级计算中心 散离宗旨在这 对吧 大家比较熟悉大亚湾反应堆 中微子研究项目 这个项目投资是两亿多 它的后续是江门宗旨 实验室 二十亿 二十多亿 引力波探测工程都能 这个我都不知道 这个要花多少钱 所以你想在这些 这八大设备当中 我估计投资可能是几百亿的样子 那么这样一个投资 对香港 对这个周围 这个地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我可以留给大家去思考 这样大 这样力度的投资 我想它会改变我们整个科学的 科学研究以及经济发展的 有很多的方向 就像东莞 东莞的散离宗旨园 完完全全把 把它东莞的这个布局就改变了 现在的话是 东莞建立一个散离宗旨园 据说广东省在考虑 在旁边还要建一个同步辐射 也是另外也是二十亿元的投资 这两个设备加起来的话 能做的材料研究和开发 它的前景简直是很难想象 我想大概几十年之后 比如说有一种 这个癌症的药或者是脑内吃胎症的药 发明到市场之后 可能它当时的一些基础研究 就可以追溯到散离宗旨园 上面的一些研究结果 所以最后我想给大家一个结束语 就是我希望通过这么一个讲座 让大家了解到宗旨散射呢 是推进尖端材料研发和工业应用的一个 非常有用的工具 我给大家举的几个例子 在交通食品医药能源环境上 就是有很大的应用 所以这是覆盖了很宽的领域 因为国家在珠三角地区的投资 这么几个大型设备 在散离宗旨园的投资等等 散离宗旨园会带动 整个珠三角地区的科研与经济的转型 当时选择东莞的一个原因 就是科学院选择东莞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北京 就是国内的这些大型设备 基本都集在北京 上海有一些 你看看广东经济最发展的地方 经济最发展的省市 实际上广东没有什么大型设备 那么科学院和广东 就是达成了这么一个 在战略上的共识 把散离宗旨园进到东莞 那么确实是已经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完全转变了这个格局 宗旨传旨园已经扎分于香港 香港学术界人应该是 散离宗旨园的直接受益者 与重要的用户 散离宗旨园也给我们香港科学界 带来无数的 发展机会 我们希望能够在香港 联手香港的各个高校 内地高校 以及科研单位 为中国的中子园建设的开发 做出一些贡献 服务于社会 对我个人来说 对我个人来说 我是在中子园建设做了 工作了很长时间 将近30年 对我来说中子园建设已经不是一个 不仅仅是一个实验和研发手段 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 Lifestyle 因为有这么一个工具 或者说我要做这种实验 我能够接触和很多世界上各个地方的科学家合作 我们到他们那里去做实验 就是他们到我们这里来讨论 我在项首领设 到我们这来做实验 所以对我来说 已经是不仅是一个研究所段 也是一个职业生涯 也是一种Lifestyle 我想就讲到这么多 谢谢大家 我下面有一个小小的 一个短的电影 是一个关于伞绿宗子园的电影 我想给大家放一下 几分钟的时间 这样的话就是 讲了一个小时 我们再复习一下 对 OK Movie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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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是这个 感谢观看 开启了人类对基础科学研究和新材料研发的新篇章 1932年 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发现了中子 中子入射到所研究的对象上时 由于中子的一些特性 大部分中子会穿过它 不受任何阻碍 但有些中子会与研究对象的原子核发生相互作用 其运动方向也会发生改变 向四周散射开来 科研人员通过测量这些散射开来的中子的相关数据 可以了解被射物体的微观结构 如何获得稳定高性能的中子 就必须有一个中子源 散列中子源 散列中子源就像超级显微镜 是研究物质微观结构的理想方式 帮人类揭开物质世界的神秘面纱 空中巨无霸 空客A380上卯钉的卯接工艺 是在散列中子源上试验不同的卯接方法 得到最优化的工艺 1998年德国高铁事故 科学家利用中子散射对轴承结构进行研究 最终找到解决方案 目前世界上已建成并运行的散列中子源 有英国散列中子源 美国散列中子源和日本散列中子源 中国正在建设群世界第四台 脉冲式散列中子源 欧洲散列中子源近期也已经开工建设 中国散列中子源是国家十一五期间 重点建设的十二大科学装置之首 将为我国材料科学、化学化工、物理学、资源环境和新能源等 提供一个先进功能强大的科研平台 项目选址于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 总投资约23亿元 由中国科学院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建设 法人单位为高能物理研究所 共建单位为物理研究所 中国散列中子源是各种高精尖设备组成的复杂整体 观测对象的尺度能达到分子和原子层级 它包括一台80兆电子伏特的负氢离子直线加速器 一台16亿电子伏特的快循环质子同步加速器 一个靶站 以及一期三台工科学家实验用的中子浦仪 负氢离子数经过直线加速器的聚焦和加速 通过剥离作用 变成质子注入到同步加速器中 质子数流在同步加速器中不断被加速 最快时达到0.9倍光速 相当于一秒钟可以绕着地球转七圈 最后高能量的质子数轰击乌把 从而发生散列反应 每个质子可以撞出20到30个中子 这些中子被科学家用来开展相关研究 中国散列中子源产生的辐射是顺发性的 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在项目附近居住一年 所受到辐射计量 仅相当于乘一次长途飞机 中国散列中子源的建设 涉及大量先进技术 有些关键技术在国内是首次应用 项目从2006年起 开展了一系列关键技术的预制研究工作 攻克了众多技术难题 设备国产化率达到96%以上 2011年10月 刘延东 汪洋 白春梨等领导 出席在东莞市大朗镇举行的散列中子源建设电机典礼 2014年10月 加速器首台设备 复兴离子源进入隧道安装 2015年4月 前端射频四级加速器成功出售 目前 项目图建工程已经完成 加速器可把占各项设备 进入紧张的安装调试阶段 进展顺利 计划将于2018年竣工验收 中国散列中子源落户东莞 有利于优化科研设施在全国的布局 增强我国南方经济强省的科研创新能力 对促进珠三角地区的经济转型升级 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将助长引凤 吸引全世界顶尖科学家聚集于此 产生高水平研究成果 为人类科技的进步迈出更结实的一步 小粒子成就大世界 中国散列中子源 将展现绚丽波姿的科技魅力 点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王教授 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讲座 接下来的20分钟是一个答问的环节 要是在座各位有什么提问 跟王教授直接进行交流的话 请举手 我也是物理系的员工 然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想请教一下王教授 就是那个安全的问题 就是宗旨它其实可以穿过任何的东西 然后假如我们在那个宗旨员附近工作的话 我们会不会受这个服饰的影响 这个问题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 实际上宗旨员这个宿流是非常非常狭窄的 而且是用光学方法去能够Define 我们把样品放上去之后 然后人都出去 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完成这个实验 所以这个做实验的时候 人根本不在旁边 那么这个打过去的宗旨呢 最后都是由一个叫beam stop 把这个宗旨都收集起来 所以安全问题上 这个是在世界各地都已经做了很多这种 这方面的工作 非常非常安全 也没有出现过什么事情 尤其散烈宗旨员 它这个是跟反应堆不太一样 这个是由加速器控制的 如果有任何紧急情况的话 你只要把加速器那个按钮一停 整个宗旨的产生就完全就stop住了 所以散烈宗旨员是在德国 在德国建这个 在德国建 实际上是在欧洲建这个欧洲散烈宗旨员 德国这个绿党非常非常支持 他说这个散烈宗旨员不是反应堆 所以这是属于绿色的这个现金技术 我们非常支持 当时这个德国绿党 专门在报纸上登了个声明 我们支持欧洲散烈宗旨员 非常感谢王老师的演讲 因为我也是AP的员工 然后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是没有这个中子方面研究的经验 所以以后我想 是不是对于我们来讲 有机会去东莞那边工作 这个工作的机会 机会太多了 而且有不同层次上的工作机会 首先你可以 你作为一个材料科学家 你可以利用散烈宗旨员 研究你的材料 包括它的结构 动力学现象 我举了很多例子 另外就是散烈宗旨员 它现在是属于一个发展的阶段 有很多职位 应该说是 它的编制是400多人 现在好像还有一两百个位置 所以他们需要很多这种科学家 去到那里工作 那么东莞离香港又这么近 所以广东这一带经济这么发展 我想是为很多年轻人提供 很好的就业机会 黄教授你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那个宗旨是不带电的 是吧 对 那我们是如何控制它的方向 还有那个大小流量的呢 这个宗旨是你要是如果 就不控制它的话 它是到处乱飞的 所以一个办法就是用屏蔽 这种重的物质铁呀 或者说是轻尿的散热很厉害 可以把它速度降下来 然后通过宗旨吸收的 就是absorber 这种neutron capturing material 比如像 这个 Beryllium BE 它会把宗旨吸收住 就是你先把宗旨的速度降下来 然后用这种宗旨吸收材料把它吸收住 怎么控制它的方向 宗旨它跟光一样 有宗旨导管 我也可以聚焦 所以呢 我们这个 我没有时间讲到这个具体的仪器设计 当时我们花的主要一部分精力 就是在用导管上的设计 怎么把这个宗旨这么大 把它聚焦 到一个很小 又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流速 这上面就是说有很多光学上 核心核光学有关系 我们也做了很多 Monca Montical这种simulation 用beam transport 这种设计工作 所以这上面是有很多 很多这个工作可以做的 应该说这上面还有很多可以挖掘 宗旨这个通量 在宗旨反应的这个功率 很难增长那么快 但是如果你能够设计出一种 特殊的聚焦 聚焦光学部件的话 把你的仪器的强度增加十倍 那你就厉害了 对吧 好 谢谢 先女士 谢谢王教授 那个其实我们现在知道 就是我们第二次认知革命 可能会在太空科学 生命科学方面有很多的探索 那么我们今天其实也有提到 可能在未来的能源交通 然后医学上面 中子的这个都会有一些运用 那我们想听一下 有没有一些案例 可以跟我们分享 现在是怎么运用的 或者未来能够怎么运用 谢谢 中子在 中子在 我刚才已经举了一些例子 实际上有很多很多很多例子可以举 你比如说这个航天材料 航天材料我们以前 这都我们以前做的一些工作 就是航天材料 它的那个火箭 火箭外面是个铝合金 铝合金你做那么大的一个铝合金舱 用铸造的方法比较困难吧 你知道 很需要用焊接 焊接就会产生 里面会产生很多硬力 那么怎么来减 就是减小这里面的硬力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但是在美国就有很多 这个企业 包括NASA 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 来减少材料里面的硬力 让我们把这个 为什么要用铝呢 铝是轻 铝是那个轻合金 它的强度也比较好 然后又比较轻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用来做火箭 比较做火箭的一个external tank 所以这方面就是有很多例子 我刚才举过这个交通上等等 还有一个就是这种Boran Boran Capture Therapy 用Boran去把宗旨 就是把Boran放到这个人体内 然后通过宗旨打进去之后 可以这个放出 再放出其他的射线 再局部杀死这个 杀死这个癌症细胞 这是一个 一个非常 very active field 在散离宗旨他们也在考虑 如何来用散离宗旨园 来做这方面的医疗性的研究 王教授你今天讲了很多东莞 那个散离宗旨园 我想了解一下 除了这个以外 成大在宗旨方面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项目在做 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 我们成大还有一个就是Nuclear Engineering Program 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program 在我们的CSE College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这是主要是针对于反应对以后一些核技术 他们的一些发展 在美国很多的这种Nuclear Engineering Department 核功能这种系的话 有很多教授 他就是也是在从事这个散略 宗旨园的应用方面 比如说在MIT 陈索兴教授 他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Nuclear Engineering Department 但是他做了很多工作 都是这个研究用散射 宗旨散射来研究水的工作 所以成大在这方面 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大的潜力 可以发挥 我们现在也是在跟这个科学院 还有东莞的一些高校 考虑联手在散略宗旨园建一台 联合建一台仆仪 这个好像快很快就要通过 因为广东省他现在 他是要积极发展教育事业 所以他给东莞领红学院批了35亿 希望他们能够弯道超车 那么对东莞理工学院来说的话 这个最简洁的方法就是在 也是比较长远的方法 就是在散略宗旨园进行投资 和中国科学院合作 联手把他的科研教育水平推上去 我还有一个可能比较stupid的问题 就是东莞这个散略宗旨园 未来如果我们有一些项目 想跟他合作 那么因为看到投入的成本比较高 那他是不是对一些项目合作 他的有一个门槛 会比较昂贵一点 其实这种事情在美国 像是那个散略宗旨园建设的时候 也都考虑过 有很多仪器 并不是美国自己建的 你比如说我建的那台仪器 一千六百万那台仪器 就是加拿大提供了相当一部分基金 加拿大加拿大有这个 Canada Foundation for Innovation 相当于它的一个科技部里的一个东西 提供了一千二百万价源 后来这个当时的价源不是很多 后来这个价源和美元的对比 这个升值了 所以我们上一千二百万价源 后来变成相当于一千四百万价源 相当于一千二百万美元 所以我们是拿到很大一笔资金 这个然后同时呢 这是很大一笔投资 那个后来是美国基金委 NSF 他也向我们投资了两百万美元 美国能源部给了我们两百万美元 所以全加起来的话 一共是一千六百万美元 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门槛 还是比较高一些 我想在这个中国的话 在散略宗旨源 我想这个类似的方式都是可以借鉴的 也不见的就是两百万美元 如果大家联合起来 一家比如出个几百万一千万 这样的话是联手建一台价器 我想为service的那个收费 service收费 这个仪器都这些仪器都是叫做用户 用户设备完全开放的 完全开放的 不收费 就是根据投资人的 是这样 是跟投资人有关系 是这样 就是说比如说东莞理工学院 要是真的建这条仪器的话 那么东莞理工学院可能会拿到一部分的时间 即时比如说三分之一或者说是等等 给你这么一个例子吧 我建的那台仪器在Valken在美国的时候 它的加拿大就因此拿到百分之三十的时间 这三十的时间就是完全给加拿大拥户 但是他实际上他很聪明 他说我不要百分之三十全部在一台仪器上 你的仪器我只要百分之十 其他仪器我也想用 所以我在其他仪器上要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加起来就用百分之三十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 这部分时间是给提供资金的投资人 投资人给他们专用的 剩下的时间全部是用户的 所以约户时间是怎么样的 就是你要写一个提交报告 然后有一个Committee来看了之后批时间 所以这个就是国际通用国际惯例 像我们在澳大利亚在日本在美国做实验的话 都是通过这种方式 你写一个提交报告 把你要做的实验写得比较清楚也不能写太清楚 写太清楚就不用别人做了 要写得要精彩但是又不能太清楚 这样的话就是拿到时间之后 那么你自己经费你自己除经费 你去做实验 英国它有个好处 英国陕列宗泽园它更厉害 英国的用户到英国陕列宗泽园去用的话 那个旅费都是它给你除 但是要经过那个Commission的 Committee的 对 它那个Committee要评比一下 但这个Committee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公平的 因为它也不是一个人 是一個committee 由各個國家的人來參與 我也做過這些committee的成員 我在日本 在澳大利亞都做過 所以我覺得的話大家都是 因為那麼多人的話 最後平均起來 綜合起來應該是比較公平的 謝謝 你好 王教授 我有三個問題 好 我能記住的話還不錯 第一個問題就是這種 宗子對這個人的話 它穿透人體的話 對人體有沒有影響 這個實際上宗子 你根本是這樣 快宗子就沒有什麼影響 你馬上就衝過去 如果宗子在你身體當中 停留時間太長就不好了 因為它會和你的身體的細胞 有這種相互作用的話 那就會把細胞變成其他細胞 那就不好辦了 對 第二 宗子最好不要站在宗子道上 我們周圍有沒有呢 當然有 這個有自然的 radiation 有這種 radon 比如說尤其在高空 你坐飛機坐到高空的話 那個有自然 自然的這種 natural radiation 它會 radon等等這些東西 都是會產生 產生這種 中子啊這些這些東西 就是 會有 你會有一定的 exposure 第二個問題就是 就是我以前是學土木工程的 是專門進行這種滑坡的處理的 那麼我們在 鑑定這個滑坡的這個影響的時候 我們通常是鑽孔 下去去確定這個結面 那麼我剛才看到這個宗子也是可以成像的 是吧 對 那麼在宗子成像的時候 我們只能在這個實驗室裡面去做這個實驗 是嗎 那有沒有一種問題就是 這個宗子可不可以保存 然後帶出去再去用的那種 你這個想法是 對 很多人就是在這個 應該說一個夢吧 就是以後 因為宗子它是 它產量比較小 所以都要靠這種強大的宗子源 產生很高通量的宗子 才能夠做這種實驗 有沒有這種工具 我想 我們一定要做這個夢 應該是有的 一直有人在發明新的這種宗子源 比如說通過這種等粒子體 高壓等粒子體 產生很強的這種宗子源等等 有這種 一直在有很多人在向這個方向努力 當然這個 有一個笑話就是說 確實有沒有這個能夠可以拿走的這種宗子源 當然有 叫做宗子彈 對不對 還有一個問題 就剛才你的PPT裡面有一個展示 就是 氫碳裡等等各個原子 它的大小 它是一次在增加的是吧 對 然後下面一行 是X光 X光是一直在增加 中子的話是不一樣 所以中子這個稱次不齊 所以中子的話就是非 讓你這個X光一直增加 所以中原子看得很清楚 氫原子就太小了 就看不見 講老實話那個小點在那 我現在要戴影鏡才能看見這個小點 對吧 好 謝謝 王教授你好 我想請教一下就是 散裂中子源跟同步輻射光 在應用上的話 有沒有什麼互補的作用 或者說有哪些東西 是同步輻射做不了的 必須要借助於散裂中子源來做 同步輻射做不了 對 這個問題是非常好的問題 同步輻射發展非常快 同步輻射尤其在做結構測量 同步輻射它有很多優點 它通量大 解結構很快 但是我剛才提到有些小原子它看不見 氫原子氧原子都是比較難的 像這個碳60碳60的結構 那個是用中子寫出來的 為什麼 就是碳 碳的這個用X光看起來就比較弱一些 X光也有很多它的優勢 我剛才提到一些 中子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它的能量比較適中 X光能力很高啊 即使是這個實驗室的那個X光 我們知道這個銅的銅把 銅把是銅把的那個波長很好 一點幾個Arnstrom 跟中子差不多 但是它的能量 你還記得它的能量 七八個千伏 KEV 所以你說我要做這種非彈性散射 我要探測到這個MEV 就是毫微幅的這種能量的變化 你從千微幅到毫微幅 你要跨了六個量級啊 你中子進來 中子它的那個能量就是毫微幅 所以中子損失了 就是和物體 物質相互中間損失了十個毫微幅的話 那個差別很快就很大就看出來 如果X光進來的話 十個毫微幅 再除以這個七八個千幅的話 這個分辨率就很低很低 當然X光也是在前進 另外還有就是詞句 中子有詞句 所以這方面的話是X光很難很難提的 就是我想說 在東莞建這個散射源 除了做科研當然就是說 因為你剛才也說做科研的當然就是 做科研的什麼都做嘛 就是說除了做科研的 將來會用這個設備 我想這個大設備 會不會提供什麼社會的服務 比如說中國現在也做很多大的事情 比如說高鐵啊大飛機啊 然後比如說這些人有沒有找過來 說你們見了散射源 我們也正好想看看我們的飛機好不好用啊 或者像港鐵啊這邊 有沒有這些方面的社會服務 將來會不會去 十二月份的時候 我們在北京開了一個香山會議 香山會議是科學院這個 科學院舉辦的這種會議 主要是為這個科學院最高領導層提建議 希望他們在某些方向發展 那麼這個香山會議呢 就是主要的這個 請了一些國內搞力學方面的人 其中一個最大的一個 其中一個 一個 一個 講演者就是北京航空學院 不是北京航空學院 北京航空研究所 專門是搞大飛機的 搞大飛機的這個 一個王海中院士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朝院士 他們都來探討這個 中子演設在航天工業上的應用 另外這個是 還有基金委的這個楊衛 楊衛主任 他也是正好做力學方面的 那麼他也很感興趣 所以他來參加了半天的會議 他上午沒有來 本來想請他領導上午請來講話 結果他上午沒來 下午在這坐了一下午聽這個科學報告 所以 其金委對這方面也是非常感興趣 當然這個高鐵 這個東西都是 我剛才舉了一個 德國高鐵的例子 我想這個 中國交通部也是對這方面 肯定也是很關心的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反應堆 反應堆裡面有很多焊接問題 包括這個修補焊 repair weld 上面的硬力的研究什麼 這個在美國散熱中指援做了 美國的中指援做了很多工作 時間的關係呢 現在是最後一個問題 王教授您好 就是聽了您的講座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但是我是一名那個AP的本科學生 就是我想請問您一下 我們有一個問題 就比如說作為一個本科學生 無論是科工的 或者說是商院的 有沒有什麼更多的機會 去接觸到這個散熱中指的 相關的科研 或者是相關的應用呢 你已經畢業了是嗎 沒有沒有 那當然就是 因為AP我們是這個 學校 我們學校有這個 Discovery Enriched Curriculum 我不知道這個中文怎麼翻譯啊 這個這個一個目的就是 為了鼓勵學生們去 及早進入科研 進入這個研究小組 那麼AP也提供了這方面的 我們有這方面的 這個 這種 undergraduate research 專門提供給 大學生來參加科研工作 所以我希望你就可以 就找到一個這個 這個科研小組 然後可以 嗯 跟著這個小組裡面的研究生 和這個老師呢 一起合作 從這方面開始學習 另外我們 我們每年 當然 本科生稍微難 我們每兩年 舉辦一次這個 Culture Summer School Neutral Skytree 這是個很好的機會 本科生的話 是要稍微 你要 你要想來的話 我們要看看你學的一些 什麼樣的基本課 量子力學 這一定要學 學完之後 你才能夠來 來聽 好 那今天 非常感謝王教授 跟我們的分享 最後呢 我們請溫副院長 把商學院的紀念品 致送給王教授 有請溫副院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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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還可以請到王教授 為我們講講座 那今天的西明娜就此結束 謝謝大家對西明娜講座的鼎力支持 希望下一次再見 祝願各位晚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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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